约140亿年前,宇宙从极端高温高密的一个点起源。 随着体积的膨胀和温度的下降,以质子、中子等基本粒子形态存在的物质, 首先结合形成刀、穿、氦等较轻的元素。 随后进一步冷却形成恒星。 在恒星内部合成碳、氧、硅、铁等更重的元素。 再抛射到周围形成行星。 最后再如地球这样条件适合的行星上演化出生命,成为目前的宇宙。